第四百六十六集 汉纪四十八 汉桓帝永康元年 丁卫公元一百六十七年 春季正月 东腔仙灵部落包围县 劫掠云阳县 当间等诸部腔民再度起兵反叛 护腔校尉段 帅军在鸾鸟县邀机 大破畔江将西枪平定 孚渝国国王孚台攻打玄兔军 玄兔军太守公孙玉 帅军将其击破 夏季四月 仙灵部枪民大举进犯三府地区 攻灭京兆虎牙营和福峰雍营 杀害一千余人 五月三十日发生日时 陈藩被免职以后 朝廷文武大臣大为震动恐惧 再没有人赶向朝廷替党人求情 甲标说 我如果不惜去京都洛阳一趟 大祸不可以解除 于是他就亲自来到洛阳 说服城门校尉 斗武 尚书 魏军人 霍等人 使他们出面营救党人 斗武尚书说 自陛下即位以来 并没有听说过施行过善政 长室 皇门却奸诈百出 竟相谋取风绝 回溯西京长安时代 阿谀奉承的官员掌握朝廷大权 终于失去天下 而今不但不忧虑失败的往事 反而又走到 是车辆轻覆的轨道上 我恐怕 秦朝二世胡亥 父王的灾难 一定会再度降临 赵高一类的变乱 也迟早都会发生 最近 因奸臣劳羞 捏造出彭党之意 就逮捕前私立校尉 李庸等入狱 进行拷问 牵连到数百人之多 经年囚禁 事情并无真实证据 我认为 李庸等人 秉着忠心 坚持节操 志在筹划 治理王室 大事 他们都真正是陛下的后继 紫器 医隐 吕上一类的辅佐大臣 却被加上虚构的罪名 遭受奸臣贼子的冤枉陷害 以致天下寒心 海内失望 唯有请陛下留心诚 清考察 立即赐予释放 以满足天地鬼神 翘首盼望的心愿 而今 上书台的亲近大臣 如上书朱 徐坤 刘 卫狼 刘举 尹勋 等人 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 朝廷的贤良辅佐 上书郎张灵 四号 院康 杨桥 编少 带辉 等人 举止文雅 通达国家的典章制度 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 英才并列 然而 陛下却偏偏信任左右亲近 依靠坚硬邪恶 让他们在外主管周郡 在内作为心腹 应该把这批坚硬邪恶之徒 陆续加以废除 调查和审问他们的罪状 进行惩罚 信任忠良 分辨奸恶和是非 使邪恶和正直 诽谤和荣誉 各有所归 遵照上天的旨意 将官位受给善良的人 果真如此 天象灾疫的征兆 可以消除 上天的祥瑞 指日可待 近来 虽偶尔也有家和 灵芝草 黄龙等出现 但 祥瑞发声 一定是因为有贤财 福佑降临 一定是由于有善人 如果有恩德 他就是吉祥 没有恩德 他就是灾祸 而今 陛下的行为 不符合天意 所以 不应该庆贺 奏章成上后 斗武级称并辞职 并搅环城门校尉 怀礼侯的印信 或也上书 营救党人 环帝的怒气 稍稍化解 派中常事王府 前往监狱 审问范庞等党人 范庞等人 警戴大家 手腕戴铁铐 脚挂铁铁 布袋蒙住头脸 暴露在台阶下面 福逐一结问说 你们互相推举宝剑 像嘴唇和牙齿一样的 结成一档 究竟有什么歧途 范庞回答说 孔秋有言 看见善 立刻学习都来不及 看见恶 就好像把手插到滚水里 应该马上停止 我希望奖励善良 使大家同样清廉 记恨恶人 使大家都明白其卑污所在 本以为朝廷会鼓励我们这么做 从没想到 这是结党 古代人 积德积善 可以为自己谋取多福 而今 修德基善 却身陷死罪 我死后 但愿将我的尸首 埋葬在守阳山之侧 上不辜负皇天 下不愧对 薄夷书齐 王府身为范康的言达而动容 可怜他们的无辜遭遇 于是命有关官吏 解除他们身上的刑具 而李庸等人 在口供中 又牵连出许多宦官子弟 宦官们也深恐 事态继续扩大 于是请求还帝 用发生日食作为借口 将他们赦免 六月初八日 环帝下诏 大赦天下 改年号 党人 共两百余人 都遣送回各自的故乡 将他们的姓名 编写成册 分送太尉 司徒 司空三府 终身 不许出来做官 范康前往拜访霍 却不肯道谢 有人责备他 范康回答说 过去 书相不见其息 我何必多此一谢呢 范康潜规如南郡的时候 南洋的士绅 乘车来迎接他的 有数千两之多 他的同乡 樱桃 黄木 站在他身后侍卫 为他应接 对答宾客 范康对樱桃等人说 而今你们跟随我 是加重我的灾祸呀 于是 他便悄悄地 逃回故乡 他便是加重我的灾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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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